欢迎收听我们家的睡前故事音响版 我是小妹妈妈 上一集罗斯的爸妈 因为要赶去隔壁镇上帮忙嘛 而必须放罗斯他们自己在家看家 可是爸妈前脚刚离开 后脚就来了一位 大家都没听过的远方阿姨 什么莉莉阿姨的 这一位莉莉阿姨 就像是拥有神奇的魔力一样 不但非常漂亮又亲切风趣 孩子们都很喜欢她 除了罗斯 她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还是作弊的小跟皮疹 福气烘焙方 文凯夏琳 莉特舞 单译 吕玉禅 博士出版社发行 弯弯的眼睛啊 就像天上的月亮 宝宝 宝宝 我最爱的宝宝 有力强壮的鼻棒 就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莉莉阿姨就这样住进了 福家的地下室客房了 晚上四兄妹一起挤在浴室里面 开启了秘密会议 他们总是这样子的 喜欢挤在浴室里 负责保管服饰 传家食谱钥匙的罗斯 再度叮咛他那个口风 超级不牢靠的弟弟萨奇 你绝对不可以再收溜嘴了 知道吗 我们答应过爸妈的 为什么不能给莉莉阿姨 看那本食谱 她做电视节目 她说她在收集食谱 你要想 等她变得有名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拜访她 然后就跟着一起出名 我看你只是怕被爸爸妈妈骂而已 拜托你 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她 她对我们来讲根本就是陌生人 怎么能够把食谱给她呢 罗斯心里好烦躁哦 到底为什么每一次 她想要负起责任 把爸爸妈妈交代的事情 做好的时候 她的那一对哥哥弟弟 就要扯她的后腿呢 不过罗斯想到了一个主意 如果说 她能够同时帮助莉莉阿姨 和自己呢 罗斯面露喜色 然后开始跟哥哥弟弟说明 我想到一个办法哦 我们可以先从食谱超下几种 魔法点心的做法 然后我们自己先试做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再去教莉莉阿姨 这样的话 她就会以为那是普通的点心 只是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材料而已啊 可是你们千万不能让她知道食谱的事哦 下期和阿泰笑嘻嘻地点头同意 阿泰还说 嗯 我觉得莉莉阿姨一定会喜欢的 那 我们明天早上就在莉莉阿姨起床之前 到冰库里集合 去炒几则食谱 隔天一大早 罗斯就轻手轻脚地走到了厨房 外头的天空浅浅灰灰的 还下起着雨 让院子里的景色变得模糊不清 透过窗户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 莉莉阿姨把摩托车停到了车道上 罗斯几乎看不清楚那辆深色摩托车的形状了 香菜 香菜 听到请回答 香菜 香菜 听到请回答 Over 罗斯听见了萨奇的声音从阿泰的耳机传出 香菜屋叫月贵夜 我在这里 Over 你们在干嘛啦 噓 阿泰噓他 保持安静 敌人可能就埋伏在你我身边呢 什么敌人啊 罗斯心里想 他们真的很无聊 只要做点心干嘛演这一出呢 才这样想 罗斯就看到了 弟弟萨奇穿着圆筒袜 从店面悄悄地穿过了双向推门 走到铺着瓷砖的厨房里 他穿着棉绒睡裤 黑色的西装外套 还戴墨镜耶 罗斯觉得他的兄弟们 好像在进行一场睡衣派对 而且在里面扮演间谍 好了 计划如下 阿泰开始说明 我们进去 抄下几种魔法典型做法 出来 简单 俐落 不会有危险 我来念 罗斯负责抄下我念的内容 因为他的字比较好看 那我呢 萨奇问 你呀 那你就站在我后面看 确定我每个字都念对了 萨奇点点头 他很开心分配到关键任务 罗斯打开了兵库的门 这三名间谍呢 就穿过了黑暗的通道 罗斯看见 自己的气息在冰冷的空气中 像霜一样凝结起来了 因为冷冻库的气温很低嘛 这时 天花板上的灯泡闪烁不定 煞石就熄灭了 他们陷入了黑暗之中 罗斯伸手摸来摸去 寻找那个绿色的挂毯 好不容易找到了 把它拉开 接着 他的手沿着小门粗糙的木板 和铁条移动 最后找到了钥匙孔 他转动打蛋器钥匙 精巧的坚持时 心里感到微微的不安 这样做真的是对的吗 妈妈从来没有让他 真的看过服饰传家食谱 可是罗斯觉得 自己是有资格学习 家族世代相传古老的秘密的 因为他常常帮家人跑腿 还有照顾妹妹啊 这是他应得的 半个小时之后 罗斯下棋和阿泰离开了冰库 带着一字不漏的 武则魔法食谱的抄本 准备要在这一周 好好的试验看看 可是就在他们走出冰库的时候 从角落上方模糊的窗户 罗斯隐约好像看到了一抹 闪烁微光的人影 在车道上走动 那是谁 他们把后门拉开了一条缝 偷偷地往外看 是莉莉阿姨 她穿着香有金属亮片的紫色长裤 还有紫色的无袖上衣 拿着银色的小板手 正在转紧摩托车的螺栓 她的黑色短髮在雨中闪耀着光芒 绿南瓜恋爱马芬 可以化解各式各样的爱情阻碍 1718年 在英国小俄韦波镇 福甲斯爵士将两个悲惨至极的 可怜人凑在一块 官夫高詹姆太伤心了 裁缝师碧佩塔太害羞 他们没有办法奋不顾身地 投入爱情灿烂的火焰里 福甲斯爵士特地还把 绿南瓜马芬送到了两个人的家里 然后在碧佩塔裁缝店的 安全距离之外等候 马芬送达两个小时之后 高詹姆跑到了碧佩塔的门口 碧佩塔则邀请她进门喝茶 一个月之后他们就结婚了 哎呀 就像包先生和季老师的恋爱故事嘛 阿太酸溜溜地说 嗯 你说的没错 你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检验食谱的效果吗 我们就搞两个这种马芬 然后等包先生和季老师今天来了以后 就把马芬拿给他们 看看他们吃了会不会谈恋爱啊 我们难道不能够作合巨男美女吗 你不要挑三拣四的了 而且包先生老师穿着青蛙T恤 你觉得他这种人交得到女朋友吗 魔法恐怕是他唯一的希望了 食谱需要的材料我们都有吗 材料啊 嗯 我看啊 福甲司爵士磨碎了一大颗的绿南瓜 同时反复念出孤家寡人顾客的名字三次 接着呢 福甲司爵士以金属筛子 将一拳头的面粉还有一拳头的糖过筛 然后把两颗像食的那样的高级大西地香草精 撒在面包粉上 接着他用面糊包住了一颗蒙面爱情鸟的蛋 这是从一位信奉密教的人那里取得的 而此人则是在马达加斯家原始森林中收集到这颗鸟蛋的 那我们要去那里找蒙面爱情鸟的蛋啊 难道要去一趟马达加斯家 我哪知道 爸妈的厨房里面不是有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吗 说不定连恐龙蛋都有 阿太和罗斯就真的走到了楼下的厨房 到冰库里查有哪些蛋 诶 这是什么 罗斯踮起脚看看哥哥吃的东西 在一堆蛋香的后面 有一个像擀面棍一样的圆形把手 很帅耶 我最喜欢擀面棍了 他就用力一转 没想到有一股强风就吹进了已经很冷的冰库里了 罗斯突然觉得他的脚踝暖暖的 他望着地板发现有几块地砖往后滑开了 出现了一道通往地窖的木梯 这是一个秘密通道耶 罗斯目瞪口呆地看着阿太 阿太也难以置信地回望他 他们两个战战兢兢地拿着手电筒 沿着楼梯往下走 走完楼梯的最后一阶 罗斯顺着冰冷的水泥地板缓缓移动 用颤抖的手举起手电筒 结果看到了一样害他插点尸声尖叫的东西 在一个蓝色的宽口瓶里 有奇怪的东西盯着他看 那是一张脸 只是比一般的脸小很多 那是什么 阿太也好像被他掐住脖子一样地喊着说 罗斯微微缩缩地把光源凑近过去看清楚了 瓶子里的东西正到形容的话 只能说是一个干瘪的矮老头吧 里面是一个小矮人耶 大约只有15公分 就是一个小小的尺那么高 顶着蓬松的白头发 还戴着绿色的帽子 他并不是因为死了才萎缩变小的 他还有呼吸 因为他现在睡得很熟 甚至是在打呼耶 他的脸上挂着如梦似幻的笑容 玻璃瓶底还有一个标签写着 永眠小矮人 不会吧 阿太差点就说不出话了 罗斯又把手电筒照向旁边另外一个瓶子 如果不是里面有一片小红叶子 像在秋风当中盘旋 你应该会以为这是一个空瓶子吧 不过瓶子上的标签是写 秋天的第一道风 罗斯你看 阿太发现了下面的架子上的另外一个瓶子 其他的瓶子都是用闪烁着微光的蓝色玻璃瓶做的 只有阿太发现的这只瓶子不一样 它是绿色的玻璃 外围还围着一层铁丝护网 罗斯几乎看不出来里面装的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黏黏滑滑的灰色球状物吧 平身的标签写着 邪屋之眼 阿太拍拍罗斯的肩膀指着一个蓝色的玻璃瓶 里面放了十几颗红壳黑斑的小巧鸟蛋 阿太连忙把那个瓶子从架子上面拿了下来 推着罗斯要往外走 罗斯也不得不在心里承认 他真的也不想知道这里还有什么 还是快出去吧 回到了厨房 他们终于要开始烘焙了 可是罗斯马上就遇到了困难 因为食谱里的那个剂量单位啊 实在是有一点奇怪 什么叫一拳头的面粉啊 他握起自己的拳头 伸到了金属的凉杯旁边比一比 他的拳头大约是真的跟一个凉杯差不多大的 可是阿太也举起了自己的拳头 他的拳头就大非常多了 大概有一个葡萄柚那么大吧 香型之下凉杯就显得很小了 老妹啊 我觉得古代人的个子比较矮小 那我们就用你的拳头一个凉杯好了 他拿了凉杯 从麻布袋里摇起了面粉 再用手指把满出来的面粉剥掉 罗斯战战兢兢地打开蓝色的宽口瓶 同时确认莉莉阿姨没有看见他们在做什么 她敲开蛋壳 把蛋打到面糊的中央 一颗红玫瑰色的蛋黄 就扑通一声地落进了白色的面糊里了 蛋黄开始在搅拌盆里摇晃抖动 然后消失在面糊底下 一秒钟后 从搅拌盆的另一端出现 接着又再往下沉 然后又出现了 它移动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最后开始绕着面糊打转 在搅拌盆中央 把面糊搅成了一团 接着蛋黄在面糊当中爆炸 混合了各种材料的面糊 发出了嗶嗶嗶嗶嗶嗶嗶的声音 紫色和蓝色的火花 喷到了半空中 又落了下来 好像小型的烟火 就在他们的眼前 面糊变成了美丽的浅粉红色 接着 声响停止 面糊平静了下来 就像从没发生过任何事 唱完八首歌之后 罗斯和阿泰从烤箱里端出了一整盘 布满褐色和绿色斑点的马芬 马芬膨胀得非常完美 他们挑出其中两个 拿到一旁冷却 罗斯从推门上方看看店面的状况 发现包先生已经排在队伍的第一个了 他拖着脚步走向柜台 他的上衣上印着一行字 我是青蛙王子 吻我吧 包先生早安 你要买些什么吗 早安 那个 我要红萝卜马芬 包先生转身 察觉到季老师就穿着鲜艳的运动服排在他的后面哦 哦 季老师请您上前来 罗斯就顺势大喊 季老师左右张望 然后狐疑地指着自己 你是我吗 对对 就是您 请站到柜台前面 我们今天早上一次服务两位客人 季老师慢慢走向柜台就站到包先生旁边了 他们两个互看了对方一眼 害羞地笑了笑 脸都红了 呃 我也想要一个红萝卜马芬 真有趣 你们两个都想要买红萝卜马芬 不过很抱歉 红萝卜马芬已经卖完了 可是我们烤了超级美味的节瓜马芬 刚出炉哦 而且免费招待 季老师和包先生 两个人动作僵硬地走出了店外 沿着人行道 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离开 手上各拿着一个绿南瓜马芬 看着他们的背影 罗斯觉得很满意 才在心中觉得高兴的时候 阿泰突然叫他了 罗斯 罗斯 你进来一下 阿泰从厨房里面往外喊 罗斯赶快推门进去 就看见阿泰拿着一张褪色的粉红色的索引卡 卡片上沾满了油渍 还有妈妈花俏的笔记 罗斯你看 这是换算表 我在冰库里面找到的 卡片上面写着 一拳头等于半杯 一首歌等于四分钟 一巷石等于一茶匙 一胡桃等于一汤匙 罗斯吓得缩了一下 也就是说食谱上面写一拳头面粉就表示半杯 不是一杯 我们加了一杯耶 呃 哎呀 反正一定会有效果的啦 就算是出了什么差错 不过就让他们更相爱一点而已啊 阿泰这么说 过了三个小时 罗斯和阿泰 他们两个蹲在灾难小学的操场后面的矮树丛 偷看一间教室里面的情况 因为季老师正在里面教暑期班 这门课叫做科学的魔法 哦 也是魔法 包先生呢 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 他们现在不是应该热情相拥 决定要结婚吗 跑到哪去了 啊 一定是因为我们弄错了分量 不过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剂量的意义 下一次绝对不会弄错了 罗斯和阿泰的第一次尝试看起来是失败了 不过相信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制作魔法点心的 下一集 他们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饼干或蛋糕呢 而围绕在莉莉阿姨身上的谜团 还没解开呢 故事会往什么方向发展 那就要听下一集才知道咯 我们家的睡前故事音响版 下周一见 拜拜 我最爱的妈妈 我最爱的妈妈 我最爱的爸爸 有你强壮的鼻棒 就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爹地丑人好顺悠 依旧铁飞了从头 但我最最最喜欢的 反而还是做你的小跟皮虫 亲亲亲亲 我最爱的妈妈 弯弯的眼睛啊 就像天上的月亮 宝宝宝宝宝 我最爱的爸爸 有你强壮的鼻棒 就能实现所有的梦想 陪我在梦里飞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